我是一個演員 亦是一個媽媽 而我還有一個身份 就是香港紅十字會的每月捐款者 其實每一次參與紅會的活動 我都覺得很感動 因為可以知道他們的受惠者 生活得到改善 亦都可以聽到義工和職員他們分享 如何推動不同範疇的工作 盡心盡力地實踐人道精神 並且沒有辜負我們捐出的一分一毫 我希望這份善心可以傳承下去 讓我的小朋友能夠身體力行 去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兩年前 我透過紅十字會 找回失散55年的妹妹 為家人解開大半身的心結 圓滿生命的缺口 從此以後 我成為他們的尋人大使 而我為更多失散家庭重建聯繫 去年我在灣仔看到有人突然暈倒 我和急救義工團隊 立即幫他進行急救 成功把這個人從鬼門關拉出來 這次經歷令我畢生難忘 我加入紅十字制服團隊 足足三十年 而女女亦都在前年成為會員 和我一起服務社群 我很開心可以和爸爸一起穿著制服 參與紅十字會的義工服務 當年的超級颱風天甲 一班義工去到災區 見到一個老人家的家 布滿雨水淤泥 滿目蒼儀 這個災難畫面時刻提醒我 要努力進行本地被災推廣 減低人命傷亡 過去一年 香港紅十字會和所有香港人一樣 面對很多艱難和挑戰 但我們都很積極地面對奮勇向前 七十年來 我們開展了很多不同的人道服務 在當中我見到人性的光輝 很感謝你們支持我們去幫助 被忽略的弱勢社群 為有需要的人帶來愛和希望 亦令到我們可以堅守人道價值和原則 去做更多應該做的事 無論明天如何 你們的無私付出 慷慨捐贈 將會成為我們無畏無懼 奮力前行的最強動力 揭力履行香港紅十字會的使命 保護生命 關懷相困 維護尊嚴 再次衷心感謝你們一直的支持 祝願你們身心健康 好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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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